虽然说塔利班一再强调一定会改善治国方式 给予女性平等的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 但这番话听在当地女性的耳朵里 似乎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路透社走入阿富汗市集结果发现 塔利班入主之后 女性照跑不卡的销售量急速攀升 眼前这些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服饰称之为布卡 是伊斯兰女性早前常穿的服饰 女性只能从布卡中有限地窥探这个世界 在塔利班对可兰金的诠释中 布卡的用意是为了遮蔽女性的修体 美其名是避免女性受到伤害 但实际上却具有将女性当成附属品 限制女性自由的潜在意义 塔利班回流之后 口口声声说一定会尊重女性 但从市场反应就可以得知 当地的女性根本就不相信这些说辞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为这个现象感到惋惜 甚至有商家认为 塔利班为他们带来了商机 只是布卡 短时间内销量就攀升至少三成 阿富汗女性经历三十年的时间 透过教育和改革才慢慢摆脱束缚 重新掌握自主权并以真面目示人 如今塔利班班师回潮 惶恐与不安 迫使女性再度隐身在密不透风的布卡招炮里 阿富汗大街上的景象 说是一招回到解放前 一点也不夸张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